早安 今天是2024年7月30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开市直击》 今早有光大政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 刹律师汤丽雄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 今天大肆有什么焦点? 今天大肆焦点留意 欧元区会公布第二季度GDP数据 今晚微股会Microsoft和AMD都会公布业绩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分明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微股的情况 美股各别发展 市场观望 重磅企业绩出路 以及多国央行议息结果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 曾经一度倒跌 道指高开76点后 早段转跌200点 收市跌49点 收报40539点 跌0.1% 纳指微升7点 收报17370点 标指升4点 收报546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向下跌0.1%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英国股市是微升的 焦点科技股方面 Tesla被大肯唱好 股价上升超过1.5% Google向上升超过1% 微软星期二 收市后会公布业绩 股价靠稳 NVIDIA 先升后回 收市跌幅要超过1% 一齐看卖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百度和网易都比本港上下收市高出1% 亚里上日在香港升4%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 公布季前回控纳比本港上下收市高出0.5% 一齐看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有一个回吐 跌176点 38,291点 最新是报 首义综合指数跌19点 升年普通股指数跌7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早段升83点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最新是有一个向下的情况 跌80多点 恒指到17,200点以下 稍后对完本会继续跟着 跟Kimi谈谈外围市况 这两天都不停说 今个星期是超级意识咒 日本、美国和英伦银行 都会在今个星期意识 乱主局即将公布的意识结果 市场暂时预期维持息率不变 到9月减息的机率其实接近9成 看回最新的利率期货市场 预期今年有机会减三次息 在日本央行议息前 上星期Yen有急升的情况 预期今个星期的议息会议 未必会对息口有一个调整 但买债规模有机会有一个调整 英伦银行亦快要议息 有机会会减息 上星期Yen急升影响了 美股和区内股市的情况 就会有一个比较急的下挫 阿Kimi 预期三大央行的议息结果 会如何走? 以及未来对股票市场的走势 你会如何预示?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这个星期超级二息州的最焦点 都会放在美联署 甚至在英伦央行 因为在整个G7的所有主义的国家央行里面 加拿大央行已经减息了两次 欧洲央行已经减息了一次 唯独大家暂时未见到 英国央行有些行动 但英国央行减息的几率 其实还是低于80% 因为市场看到 虽然英国的CPI通胀水平 已经回到2%的目标 不过他们的经济增长方面 是未有放缓的迹象 但失业率是有明显的提升 不过看到一些主要的央行 加拿大和欧洲央行已经减息了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英国方面应该要跟着市场步伐 进行一个减息 如果真的减息的话 都会是比较低 0.25%的位置 不过我们觉得 英伦银行要去减息的几率 都不会太大 因为暂时未见到 它的GDP增长对比起欧洲方面 有一个放慢的迹象 反而是有一个好转 市场另一个焦点 当然就是美联储 美联储在这个星期 减息的机会就未富其美 反而大家就看看 它的措辞方面 会不会暗时9月份 会进行这个减息 因为根据现在资商所 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 9月份减息的机率 都是超过80-90% 如果它真的进行这个减息的话 大家都会留意 会不会有机会 这个星期美匯指数的走势 会有机会再度试回103 以下这些位置 因为暂时都见到 都是企运 都是在103-104这些水平 最近都见到 市场的焦点 都是放在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 确实经济数据方面 就业市场都是有一个放门的迹象 但有一个要点大家要留意 尤其是现在美国财长耶伦 都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现在美金都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他就觉得美金过强 令到在美国的制造业方面 会受到少少的影响 而现在的就业水平方面 大部分是放在生产力方面 但就不是放在制造业方面的 所以大家会见到市场有不少的一些官员 或者人士都希望有机会 美联储在今年会进行这个减息 甚至是令到美汇降低 也有利美国的出口 好 我们谈谈个别企业 今个星期除了是超级意识州之外 还有很多企业会公布业绩 Apple Amazon Microsoft等等 都会今个星期先后公布业绩 我们选两间来谈 如果大家都有持股 或者想买的都可以入定问题给我们 我们现在谈了苹果 苹果在星期四公布第三季业绩 预期收入会按年升3% 盈利同比会上升6% 上季业绩的两点之一 就是超大额回购 110亿美元的回购 今次的焦点在哪里 先讲核心业务 iPhone的销售收入 预期按年和按季都会出现下跌 不过服务收入就有增长 但在金额上 服务收入的金额 比销售产品仍然偏小 还有几个关注点 就是他们在内地的销售 其实最新的数据看到 苹果在内地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跌出了五大 第二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推出时间 现在也有很多报道 未有一个最新的定案 还有Apple iPhone 16 最新的信息 7月中的时候 苹果高位的股价 一度是逼近240元 近日有回吐 不过今年资金也升了13% 我们看业绩公布 除了看大数之外 就会看业绩前的股价表现 现在叫做跌下来等业绩 你觉得第一就是 你如何预视苹果最新的数据呢 第二就是 你会建议大家如何去部署呢 其实这个星期 都比较多一些 美股大型的科技股公布业绩 我觉得应该有一两间 表现就会比市场预期差一点 但是苹果其实我是有少少希望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看到 苹果现在的股价走势方面 没有芯片股回落得那么快 因为大家明显看到 譬如最近看到芯片股 跌得都非常之厉害 最明显就是AMD 甚至大家看到NVIDIA 芯片股分拆完之后 上到130多元这些位置的时候 150元都不见 就已经一路向下 但反而你相对上看到苹果 其实它由高位到现在回落 大概是10% 还未达到20%这些水平 好了 大家再看它业绩的表现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 它对上那次公布的业绩 表现比市场预期好一点 但是跌幅方面在顺利 都是有2% 但是大家会有着重点 去看美股的业绩 是否有回购和泰息 刚刚Wendy也跟我们说了 就是回购 已经是历史上最高额度的回购 所以那次也是令到苹果的股价 有一个裂口高开方面的情况 而且是连续12年增加贵度的股息 所以我自己在它今晚公布业绩方面 同样我会放在它会不会增加贵度股息这一方面 因为已经连续12年 突然间落空 在这个位置落空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担心市场 就可能不会很害怕 令到股价走势有一个裂口低开方面的情况 而这个回购额度 我就觉得再加买的机会不太大 因为上次都已经宣布了一个比较大压度的加买回购 如果突然间再大压度加买回购的话 就未必会丑合到股价 再到一个比较向上反弹的空间 所以我自己会维持它 可能会宣布增加派贵度息大概4-6% 因为那次的季度 是增加宣布派贵度息4% 我预计今次会在4-6%这一个 range 对上次的业绩公布完派贵度息的时候 股价就急升了6% 今次如果真的维持4-6%增加派贵度息的话 我预计它的股价最少都保守有3%那方面的升幅 另一方面大家当然会放在大中华区的市场 因为始终除了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 除了Tesla之外 其实苹果都很着重于大中华区方面的手机销售 不过明显其实你看到苹果的手机销售 在全球方面的排名已经是有所下跌了 大家回望回来 其实这个星期也出了很多比较大的消息 譬如Samsung出了最新的接机 甚至NEO维来汽车也出了最新的手机 所以大家都觉得 现在已经是整个手机市场里面 原先不是做手机的一些公司 都已经投入去这个手机的板块 使手机的板块方面不仅是通信 而是做一个Ecosystem 因为好像NEO汽车那样 它现在就是推出它最新的手机 希望成为最新的车市 也都可以控制它NEO的汽车里面的Ecosystem 所有的AI的东西 所以我反而会对于苹果的黄牌产品 iPhone销售下跌 我觉得一定会下跌 是一定会符合市场的预期 而Trend 是否预期都会持续 会持续 对上次的季度 就是它的iPhone销售在按年跌了10% 我希望今次可以控制跌幅在10%之内 如果它今次的跌幅按年销售是超过10% 市场的反应都会破大 因为苹果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业务是颇为单一的 你会看到除了做它的王牌手机之外 就已经做了Mac机 就是一些电脑、PC、Mac机为主 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会将焦点放在它如何和OpenAI合作 看它会不会放大这一件事 未来的iPhone16会不会OpenAI的CheckGBT最新和Siri合作呢 那就有机会令到股价再爆发 参考一些AI概念 因为苹果的股价 为什么不可以持续上到300多元 留在这些位置 就是欠缺AI的元素 对上那次升得这么急 都是因为它说和OpenAI有一个合作 所以大家就觉得 你终于可以有一些AI的元素 而且它有一样东西 撇清楚不再搞Apple Card 所以投钱方面比较集中 所以今晚的焦点 看第一会不会增加牌度式 4-6%按年的升幅 第二就是手机销售方面 我预计会下跌 希望跌幅控制在10%之内的 按年方面的跌幅 第三 它和OpenAI方面的CheckGBT的合作是如何呢 会不会准一步展述呢 在业绩那里 这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是的 还要留意着 大家之前的股价炒高了 就是因为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到 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10月才推出 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9月就会推出新iPhone 意味着推出iPhone的时候 Apple Intelligence 就不能够内置在新的iPhone 相信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话 对iPhone的销售 都真的会有一定的冲击 IVA P P P